如果你也在海外留学生活过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相同的感受 好像人生在你刚来到美国 或者来到任何一个你去读书的国家 在飞机刚下落的那一天那一刻起 就发生了变化 我现在在美国已经待了接近七年 我是在2014年7月份刚来到美国 来读研究生项目 然后呢一年之后我开始找工作 慢慢的开始清晰自己的人生规划 自己的工作职业发展 后来认识了我老公 然后我们俩一起买了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然后呢又在2019年结了婚 开始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现在在美国呢已经生活了快七年 我慢慢发现其实我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心态以及自己的性格 好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点我想说我好像变得更大胆 更自信了一些 首先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觉得啊 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 好像都白学了 因为感觉听到人家的语音语调 以及单词的运用 文化背景环境 好像跟我之前学的完全不一样 好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张口 每一次再说话的时候 我都会三思再三思 生怕用错了一个语法 生怕觉得我自己的发音不标准 得到别人的嘲笑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感觉非常胆战心惊 每次跟人家打招呼都是心里赶紧打个副稿 或者是经常是人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犯难 其实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对任何事情我都是有非常明晰的 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以及种种理由 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着一些不熟悉的面孔 然后还要用我自己不熟悉的语言 去形容我的心情或者我的想法 对事情的理解 这常常让我觉得 那还不如选择沉默好了 这样好像觉得是一个保险的方法 但其实通过过去的七年 我慢慢意识到保险不一定是对的 那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鸵鸟一样 把头缩在沙滩里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你 但其实在同时你也去剥夺了你自己学习进步 以及跟其他人交流建立感情的时间 在我这么做了几年之后 虽然在任何群体在一个圈子当中 被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友善的人 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小透明 给别人的呈现的感觉只是单方面 非常不立体的一个感觉 好像别人一提到我就会说 他是一个很好很nice的人 但是接下来好像想不起来任何什么事情 让他们记忆深刻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好像本来的性格并不是沉默寡言 但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 但是却让你慢慢成为了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类型 有时候就很冤寒自己 为什么不大胆的说出来表现自己 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不论他们喜不喜欢 但是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你 在美国生活了几年的人 或许也会觉得在工作中 即使你可以应对自如 毕竟工作上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 词汇啊以及用法 在你用的久了之后 其实也就知道该如何应付了 但是呢最难的是跟同事啊跟老板去一些happy hour 那种谈天说地什么都可以聊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语言储备又不够了 大部分人聊的是自己的过去经历 以及自己喜欢的某一个领域 然而因为英语的限制 英语词汇量啊语法的限制 好像又不可以谈天说地 把自己脑子里心里想的东西给倒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非常的郁闷 然而有一天 我对我英语是我第二语言的这种看法 产生了完全的新的理解 因为我有一个瑞典同事 她是一个非常好看 非常娇小的一个女生 她坐在我旁边 我们俩共识了差不多快两年 因为她的母语是瑞典语 英语呢是第二语言 有时候她也不知道某些单词的意思 但是呢她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常一笑了之 比如说她在说错了某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把它指出来 然后跟她开玩笑 她就非常理直气壮的说 English is my second language 好像就是说 英语只是我第二语言 我会两门语言呢 稍微不会一些单词 或者不理解一些东西是非常正常的 其实在美国大部分人还是只会说英语 你是bilingual或者是你能说两到三国语言的时候 你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我其实从来从来没有过这种观点 因为英语毕竟是我们的第二语言 而且我们要用英语跟周围的人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打交道 难免会犯一些语法呀 单词呀 背景知识文化不足的一些错误 就很容易知道一些尴尬的瞬间 就好像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你突然意识到 哎呀我好像说错了什么 好像给人家误会了 但是从来没想过 我其实会两种语言 我其实比其他人会的更多一些 所以说下次你在说话的时候 千万要腰板停起来 觉得好像你只是在用你第二语言跟人家说话 如果用第一语言说话 还不是分分钟把它们比下去 所以说你如果还在为英语发愁的话 不要怕 在长年累月的练习 以及不断的在这边融入进去之后 你慢慢会发现英语只是一门工具 你自己的态度 自己的思维方式才是最主要的 第二 来美国的第二个心态转变就是 我觉得人生不只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旅行 我慢慢会其实把人生的一小段 一小段时间作为我的一个实验 有目标固然是好 比如说我想在多少多少岁的时候赚够100万 或者我想要拥有好多朋友 我想要在我的工作上迈着一个新高度 我想在某一年变成VP或者是MD之类的 更多我现在觉得有目标是好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未来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个时间点上有一个目标 而去牺牲掉你现在的时间 去小心翼翼不敢尝试任何东西 凡事都是有成本的 你在不做任何事的时候也是有时间成本的 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心思 我的经历都要一门的 投入到我未来的那个终极目标当中 而我在通往目标的这段过程当中 好像我只要做任何跟它相关的东西就好了 但是我想说 人生只有一次 你不一定只要有一个目标对不对 而且很多东西你不尝试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呢 其实这次2020年让我对于我的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这时候我就发现人生如果停滞了 如果这段时间你就被迫在一个非常局限的环境当中 你可以做什么呢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心态就是 我就等吧 就慢慢熬着 等到疫情过去了之后 我就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 做任何我在心目中都构想好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发现疫情已经拖了一年了 还没有结束 好像还在继续缓慢的进行着 然后呢 我在某一天我就突然觉得 既然一年有12个月 每一个月都有30天 为什么不用每一个月作为我的一个小小的试验品呢 在我人生中的这一年 我想要做一些我尽可能喜欢的事情 我未来可能如果时间完全被占用了之后 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就写下来几个小目标 比如说某一个月份专门学习摄影 然后某一个月份经营我的频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我开始了我的YouTuber之旅 然后呢 某一个月我想要专门健身 就想看看如果我每天都坚持健身 这30天之后 我的身体心态 以及精气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其实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以及乐趣 我发现我每一个月都有事情在做 都在去不断地尝试一个新的目标 去让自己发生一个好的变化 好像我觉得从前搁置了很久很久的想法 以及我每天都在说服自己说 你要去健身了 你要去开频道了 你要去写文章了 这些东西慢慢积压在我脑海里 终于得到了一个出口 而真正做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难 另外我想说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在我刚开始实习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一些工作签证呀 以及身份的限制 让我找工作只能局限在一些contractor的工作 就是这些工作是给你一个 比如说9到12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给一些非常好的大公司去工作 但是呢你并不是以他们的正式员工的身份 而是一个合约工的身份 虽然你做的任何东西 以及你感受的经历呀 一切的一切都跟正式员工差不多 但是你在这个9到12月的合约结束之后 你就要去找其他的工作了 在我职业刚开始 我其实做了差不多两年这样子的合约工 我之前呢就会很想不开 觉得好像每次做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要去找下一份工作 这样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职业 并不是一个非常值的一个路径 好像是弯弯曲曲的哪都做一调 虽然都很相关 都在金融领域 但是就好像连贯性不强 后来我慢慢觉得 如果你放眼看人生的整个立场来说 如果你要生活个八九十岁 你职业刚开始的这四五年间 好像相比来说并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些试错的机会 并且一年两年你却接触了不同的公司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好像你学到的知识 你的领域又扩展的更宽一些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没有 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有的人喜欢连贯的职业发展路径步步高升 这很好 但是如果像我一样 你因为一些客观环境 不得不换一些工作 接触不同的领域 在投行以及在对冲基金都工作过 好像你的知识储备 你的思维能力又跟别人不一样了 现在呢 我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 在valuation也就是估值这个领域 我其实现在回首想来 我还是很感激我当初会拥有着 一小段一小段的工作经历 这也是对你一种心性的磨练 当时觉得好像那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 你要跳出来的时候发现 那只是你人生中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段经历 而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小点的与众不同 以便会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在面试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我的经历非常丰富 好像我在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领域都接触过都涉猎过 有的工作呢就偏偏是想找这样一些复合性的人才 这些都是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觉得都是一些小小的故事 非常有趣的曲折的 但是又是会让你人生丰富多彩的一些经历 第三 来美国这么多年之后 慢慢发现我的隐性性格逐渐显现出来 什么叫隐性性格 我自己定义的呢就是我原本的性格被一些外在因素所包裹起来 比如说在美国一些生活方式的不同 以及你接触的人 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 并且你要用英语来表达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逐渐让你的这些锋芒啊 让你的这些比较张扬的想法或者你的一些个性慢慢的去包裹起来 我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只是想做一个非常圆滑的一个 不招惹是非安安静静工作的一个人 差不多这就是我觉得可以烂食大吉了 但是呢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跟我同事的相处 我会慢慢觉得不论你是中国低级别的一个员工 只要你有想法 只要你有自己的观点 你都可以表现出来 如果你觉得可以对你们族 对你们公司有什么帮助的话 你都可以积极的提出问题 以及跟你上级老板去沟通 而我性格当中呢又是有这部分因素的 我不想只坐在那儿完成我的工作 就可以乖乖回家走人了 我反倒喜欢放一些额外的时间在里面 放一些我的思考在里面 把我过去的几年的工作经验都融合起来看 我是不是可以给其他人提供便利 提供一些价值 其实呢很多时候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这样子一个个性特质的 我希望在慢慢你觉得你的生活已经很舒服的时候 已经不再会畏惧这些文化的差异啊 这些语言的束缚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你可以发挥的更好 你可以真正的开始做你自己 所以说我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带来一些力量 如果你还在为一些事情而犯愁 或者觉得不敢去做 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样呢我们可以互相加油打气 共同进步 bye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